今天我們既然全世界都被烏克蘭那件事搞到很大件事 股票又上又下 我一直都猜它是不會入侵的 現在普京不知道它到底有沒有入侵 起碼它承認了那兩個獨立的 承認了那兩個親和的所謂自己獨立的 遁滅斯克和勞金斯克斯克就是這樣說 金登德斯 俄文什麼都是斯克 俄羅斯什麼都是斯克 這個我們今天想小夏和我分開來講一講 小夏就講了歷史 政治 整個背景 還有現在的政治問題 他對這方面是熟很多的 我就講講能源問題 尤其這場仗能源在後面是很大的背景 講到最後實際上是打緊一場 都是一場可以說的 除了那個叫做什麼 叫做geopolitical 叫什麼 就是政治地理 政治地理之外呢 我覺得能源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很主導的事來的 那小夏 地理政治是地理政治的 地理政治 現在呢 今時今日呢 實際呢 可能俄羅斯進去了那個 所謂那兩個 剛才說的那兩個親俄的 所謂 獨立共和國 獨立體 都是獨立體 都是獨立體的親俄 就在邊境那裡 在俄羅斯邊境的 那裡呢 接著下一步怎麼樣呢 就現在就在那裡 大家都在那裡猜中 在那裡猜中 到底下一步怎麼樣 就沒有全面進去 只是那個進不進去 實際上都沒有什麼所謂 都是不斷的 一向都是他們控制的 一向都是那兩個地方 一向基本上是俄羅斯控制的 他們進去就怕 烏克蘭的軍隊 直接來攻 所以就幫他們先頂住的 暫時是這樣 但是 但是普京會不會再推進呢 現在這個很值得今天想 還有呢 聽說 我也是打電話給俄羅斯的朋友 聽說在俄羅斯裡面 都有很大的爭議 很大的爭議 尤其是普京走邊的人 就很反對的這件事情 但是他就去到國會 去到俄羅斯國會 到馬就拿到他們的同意 來這次來進軍的 所以那裡又有很多 變成了人民 俄羅斯人民都挺支持的 反而周圍那些人可能怕制裁 因為制裁有很多錢 很多不見過錢 所以那幫人就反對 反而俄羅斯人民都挺支持的 所以怎麼說 等一下小夏講了 好不好 你講 現在這場所謂入侵 說起來 無燒煙戰爭 我一直看都很緊 一直看 先講講最新的新聞 昨天深夜蒲經講話 蒲經講話 就是專門就俄國軍隊 進入這兩個共和國的講法 他有一條很重要很重要 新聞媒體死都不報了 美國媒體我一條都看不到 但是蒲經講話的要點 他用了西方的那種 他說那裡發生了種族清洗屠殺 這個說法肯定是不對的 不對的不符合事實的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看到 這個種族清洗沒有任何證據 但是有證據就是死人多少 現在有些數字報出來 就是這兩個共和國 2014年就開始鬧獨立 宣佈獨立 因為俄羅斯人多了 俄羅斯人比烏克蘭人更多 他講俄語的地方 這些人就是當地組織的獨立武裝民兵 那些民兵那裡是可以持槍的 就開始跟烏克蘭 烏克蘭派軍隊去鎮壓 就是說你不能夠罵獨立 結果死人的人數我查了一下 這裏大概有400萬人左右 死人的人數是平民死了3400多人 就是在戰爭中 這個戰爭2014年以後開始的戰爭 烏克蘭的軍隊死了4400 打得很厲害的 現代戰爭現在打仗 但是那些民兵武裝 當地獨立的武裝團體 死了6500多人 我們說當地的人 為了罵獨立死了1萬人 烏克蘭軍隊死了4000多人 這個是很厲害的數字 這個因為有戰爭對打 你不能夠說它目前 沒有任何證據說這是種族清洗 但是普京昨晚就是這樣說了 普京昨晚就是這樣說 你如果說國際上承認種族清洗 你跟盧旺達那些 就是它是普京引了一些例子說 盧旺達那些種族清洗 國際上是如何如何 就是殺平民 它當然沒有說新疆 但是我們對比一下新疆的情況 新疆是百萬百萬人入了集中營 死了多少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從中共的統計數字 中共的統計數字來說是2010年上下的時候 中共有數字說新疆有1,200萬維吾爾人 沒多久以前 應該是2019年出的數字 它說現在是1,100萬維吾爾人 那100萬去了哪裡? 因為你知道中國跟漢族不一樣 維吾爾人是可以准生兩、三個的 計劃三頭政策不在那裡 所以現在少了那麼多人口 人口去了哪裡? 那中共這個種族屠殺 國際上叫它種族清洗 起碼是有很多事實根據 有統計根據 但是烏克蘭東部 這個就沒有 但是我們看到死得很慘烈 400萬人口打仗死了1,000多人的時候 都真是很慘烈的戰爭 但是那個慘烈的程度 你比起當時俄羅斯 就是那時去鎮壓 比如是那時那個什麼 死了 一下子 出石油那裡 赤神共和國 赤神共和國 那些獨立分子那些 那時是人家要獨立的 那些來說 那個慘烈的程度 沒有那裡那麼慘 但是冷戰以後 我們經常都忽略了這些局部戰爭 一直到冷戰以後 整個蘇聯帝國解體 社會主義陣營解體 引起了很多場勢戰爭 那第一場當然是在南斯拉夫分裂之後 那裡死了20萬人了 就是波克戦打得很慘的 那世界一片和平之星 那你在後來呢 那你在後來呢 赤神那時候 轟炸 很慢的死 就是炸平民嘛 我們也看到 那現在主要是 現在前蘇聯帝國 我們剛剛看到哈薩克斯坦 就出了問題 對不對 那現在哈薩克斯坦 基本上沒有民主過 全部都專制著一路就 那現在烏克蘭的問題 烏克蘭的問題 烏克蘭有了兩次顏色革命 我們知道 第一次就是 第一次是脫離了蘇聯 然後 不是第一次就是選上 民主選上的政權 但是第二次就擺脫了這個 這個親蘇聯的政權 就是擺脫親蘇聯的政權 我們說在2013至2014年的時候的事情 當時那次都搞得很厲害 那次是暴動來的 那次暴動 就是基府的市中心 燒了一片 所以那個時候 這兩個東部的共和國 就要罵獨立 就要入俄國了 這樣到現在打了八年 所以我們看到 就是 說入侵入侵 這個入侵兩個字 怎麼解釋呢 就是 對於普京來說 就是 他就是入了 俄羅斯國家 道馬要求承認兩個共和國 獨立出來 那他就承認了 就是要解釋一下 他成立了獨立國家之後 俄羅斯是這樣 俄羅斯是聯邦制來的 所有這些共和國都可以要求加入俄羅斯 就等於吞併別人了 就可以了 但是呢 現在呢 入侵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目前那些記者 西方記者很多人在那裡 就沒有看到 就是各地記者沒有看到暴力 他們看到一些人走出來歡迎 是 這個使得我這裡的民族仇恨 使得我想起第二次大戰的時候 德軍進武克蘭 居民甲道歡迎 德軍進到波羅的海 那些國家也是甲道歡迎 這些是前蘇聯地區 那你想一下那些人 憎蘇聯 憎到什麼地步 要甲道歡迎德軍 其實很厲害 我去立陶宛採訪那些 立陶宛道愛沙尼亞 那波羅地在三國 當初那些人 湧躍去加入德軍 就是二次大戰的時候 結果呢 就打完大戰 蘇聯回來 這幫人 在松林組織游擊隊 打游擊打了十年 打到後來 蘇聯沒有辦法 將打死所有的人 放在街頭塵屍 就是說 就是他們認識 這樣嚇一些 阻嚇一些居民 蘇聯這麼強大 十年才能鎮壓 所以你可以掌握 那邊的民風不是一樣 特別是頓河這邊的頓河 哥薩克那些 那些是 那些地方的人民風 小夏 小夏我跟他們說 我有很多朋友 在那裡 經常吃飯 這幫人是愛恨分明的 他跟你好起來 真的藍頭藍頸 大家什麼都好說什麼 但是他一擺臉 哇 就是當你是仇人來的 那種突然一擺臉 就是他們那種人的性格 可能是 就是像什麼呢 可能我們北方人 都有這樣的性格 就是跟我們南方人不同 南方人會在小的地方 大家可以有些斟酌 大家可以讓步 他們不流行的 要就愛 要就恨 沒有灰色地帶的 所以這些人 你看 剛才你說就是了 俄羅斯說 要去打救那幫親俄的人 那他就立刻叫他們出兵 他一直這樣說 德國佬那時候都不知道 被他打得多慘 德國佬又去入侵蘇聯當日 那幫人那種這樣的強 強看 這個叫強看 性格很強的 有一點就是 德國在蘇聯遇到強硬對手 為什麼打法國這樣才打到 巴黎馬上不設防 所以美國人很猛烈 美國人一見到法國人罵他們 我們如果不夠你們 你們在講德文的 但是那些文化 就有一種享樂文化 這邊那些人不是的 這邊是有柔木民族的傳統 原來都是蒙古帝國統治的地方 特別是頓河 就是現在說這邊 Donesk 就是現在獨立的那一帶 那一帶哥薩克的地方 什麼叫哥薩克呢? 哥薩克不是一個血統來的 哥薩克是自由人來的 為什麼呢? 就是當時俄國是農奴制度 那這邊人呢 這邊那些地方 是一路 就是 Catherine the Great 那時候 一路進去到Cremation 就是把土耳其那些人打走了 那當地的達旦族 部落 就歸航了俄羅斯 這樣呢 這裏的土地就多到什麼 所以那些很多就是波蘭的大地主 俄羅斯那些農奴的人 就不喜歡不肯做農奴 不肯走到這裏 就變成自己自由村莊 很多人這些是移民來的 這些全部移民 就是有些像中國的開拓疆土的人 所以他們就有些 但是小夏 小夏他們經常都用Caucation那個字 Caucation也是在那個地帶 那個地帶 在那個地帶附近 Caucation要北 高家索 北一點點 高家索又是 差不多在那個地帶上 就是又代表了所有的白人 就是所謂人種 那方面又是講到亂龍那個 用那個字 那個你解釋一下給我們的觀眾聽吧 那個字不對的 高家索人種 就是Caucation 就是後來人種學 他們最早 就是我看到 現在有沒有更新進展 我沒有關注 其實最早是印度北部 克里米亞那些那些 這樣 就是現在說回人類起源 他現在的理論都是DNA 最早是非洲那麼大 就是北方那些白人 現在最純正的 他叫Arian 就是亞利安人 高家索人種的白人 其實就是北印度這樣上去的 上去一直到北歐 一直這樣下來 其實說 他藍眼睛黃頭髮的變種來的 不是應該都是這樣的 所以高家索人要上去很多 但是現在俄羅斯 就是俄羅斯北面那些 是芬蘭 那邊 帶俄羅斯往東去那些 全部都是亞洲人過去了 所以 人家歷史上 我講中亞這個地方 是中亞人種博物館來的 我家裡都有 應該有中亞系統 我先查DNA 我老爸他們個個個都亂摸 大眼睛 高鼻 他就應該由這種中亞人種 到現在到 中亞的人就是介於黃白之間的 所以高家索人 你現在看到在整個 烏克蘭西部的人 是很白的 烏克蘭東部的人 皮膚會深一點 因為當時土耳其 土耳其的達旦人 就有這種傳統在 挺有意思的 他們俄國統治了應該到 十八世紀末 應該是一七九 一七八幾年 我忘記了 一七八二年 俄土戰爭 好像一七八二年 我去家記錯了 差兩年了 大家不要 俄土戰爭那時候 多佔下來的 高家索也是一個種 也是一個地方 高家索是山脈 這個字有點混亂 有一個山脈 那個地區好像 跟現在跟我們說的 你剛才說的那個 是差不多的 地區 那個區域好像差不多 但是那個種又是另外一件事 實際兩件事混合了 兩件事 人已經是 所謂的人種國民 中亞整個這一帶地區 因為油木民族多 所以人都變化很多 就不是農業民族那麼穩定的 人種說不清的 而且後來應該 有一個德國的學者 叫做雅利安人 後來被希特拉用得太多 之後大家就不敢說 所以現在人種 人種博物館這樣說 你只要查DNA 查完之後 個個都混血的 比如說 阿 它這個 嗯 他們是農民,但他們受蘇聯害很深的 當時1933年農業集體化的時候 這個地方你看地圖 烏克蘭一直到東烏克蘭這一派 但是有個名字別人給得好聽 叫做Bread Basket of Europe 歐洲的麵包藍是產糧食的 一路過去產糧食 歐洲的糧食 Bread Basket 當時那些農民是很獨立的 過了客人不肯交糧食 你國家有什麼理由拿掉糧食 他說再拿掉糧食我們要饑荒 那句話反映斯泰林多士怎麼說呢 他說我們要讓他們知道什麼叫做饑荒 真是餓死很多人 所以現在講俄國有個問題 我想大家都應該澄清的問題 一講俄國 共產黨 其實不是的 俄羅斯政權 這些政權 怎麼說呢 有兩條和中共相比 我記得這樣講兩件象徵性的事情 一件應該是201 就是密爾傑維耶夫 就是普京的那個總理 當時就是總統 兩個人會做的 就走去烏克蘭 烏克蘭就見到紀念碑 紀念大饑荒死的600萬人 他當時在前面講話 法勢再都不讓這種事情發生 不讓史泰林的罪惡都發生 我當時聽到挺感動的 後來呢 應該是17年 莫斯科那邊 建成了一個很大的 史泰林的大清洗 受害者紀念碑很大的 就是雕塑來的 一面牆這麼大的 那普京去到面前 一點點的蠟燭跪跪在那裡 我說這些事情 不管它是怎樣 它是否定過一段歷史的 不像中共 現在還共住毛澤東在那裡 就是當時我真的 怎麼說呢 我真的看見那時候 看見那個烏克蘭的事 我真的眼淚汪汪的 我眼淚汪很長時間 我真的什麼時候和中國 大約進俄死的4000萬人 見一個紀念碑 不可能的 現在習近平還要回去 說毛澤東沒有錯誤 這樣才害死 所以我覺得俄國人 經過這麼多年以後 有沒有擺脫專制是一回事 但是擺脫了共產黨 那種共產黨那種 好心的痛苦記憶 俄國人有小說電影 你看看俄國的作品 我看不少的 你們要知道 俄國人民和中國很不一樣 所以不能夠用中國這個專制 來衡量俄國 但是出了什麼問題呢 烏克蘭和俄國都是一樣的 在這個世界腐敗排名 腐敗到一塌糊塗 所以人民不滿意 也有他們的原因 腐敗到一塌糊塗 現在俄國呢 其實怎麼說葉麗欣那時候呢 當時解散華約 華沙條約組織就沒有了 大家不知道 俄羅斯葉麗欣想過 是否我們進了北約 那後來 克林頓那時候 就跟俄羅斯說出口 就說 將烏克蘭所有的核武器 切回去俄國 那你們前俄羅斯的 不要進北約了 結果呢 後來波羅的海三國 經過長年 講了很多掃口 進了 烏克蘭前沒有了 遞了申請 那俄羅斯覺得自己的包圍圈形成了 所以現在有些緊張勢談 我想著特朗普那時候 特朗普當時 我是聽特朗普身邊那些謀士 大家傾起來說 美國應該跟俄羅斯搞好關係的 所以去對付中國 他說如果想對付中國 你不能夠一起對付中國和俄羅斯 但是當時的通俄門事件 普京來過一場搞得很尷尬 通俄門事件 將美俄之間有任何的一種聯盟關係 或者合作關係 基本上是徹底打破了 現在這次 其實這次烏克蘭的危機 已經危機了八年了 到現在這樣炒起來 這樣一整 我就真的下面 我看到人類 有時候覺得人類自己把事情搞壞的能力 真是 看到賀錦麗走去前一陣子 你回來的時候 我找他 關他什麼事 關他什麼事 不是 他要教歐 好像教幼兒園那樣 教歐洲的領導 戴著口罩 就說 你們應該知道 那些輕浮的口氣 我在場 有一個人在場 我認識的記者 是資深記者 左翼記者 不是右翼記者 看不過眼 我看到他寫的出來 就是送了我們的private email 很看不過眼 真是小孩子 所以 美國現在弄成這樣一個 就是美國現在這個政府的問題 它也沒有一個長年計劃 它就是想 它的關鍵作重點是改造美國這個社會 要將美國這個社會改成一個 新能源為主 打了救能源 黑人要起碼不是平等 是要至上 要將這個國家 改造成為 跟原來美國完全沒有一個國家 那美國人 很多人就抵抗著 所以在這個中間 我一向 我現在都是覺得 整個烏克蘭這個危機 是拜登在轉移 轉移國外矛盾 而且民調出來 美國人只有百分之三十幾 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覺得 他在烏克蘭事件處理是正確的